北约抓获最大间谍 细思极恐 自由军团扩大战国 占领面积已达200平方公里 俄军苏35在克里米亚被自家导弹击落 俄军动用新型滑向炸弹 德国正式拒绝金牛座 炼油厂频频遭袭 俄罗斯开始进口汽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 我是林远山 今天是2024年3月29号 俄乌战争进入第765天 恭喜俄罗斯防空又天佳机 电报频道克里米亚风报道 俄罗斯人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上空 使用部署在英克曼的铠甲S1导弹 击落了他们自己的苏35战斗机 战机被击中后起火爆炸 坠入水中 苏35战斗机是俄罗斯拥有的最现代化的 喷启式飞机 单价8500万美元 也有说击落的是苏27 那就是3000万美元 要给俄军的防空系统点个赞 他们横起来真是六亲不认 自2022年2月开战以来 俄罗斯27号首度动用航空炸弹 轰炸乌克兰东北部大城哈尔科夫 造成至少一名平民死亡 16人受伤 据外媒报道 俄罗斯使用号称神奇炸弹的 新型通用跨军种滑向炸弹 UMPB-D30SN 攻击了这座乌克兰第二大的城市 这是目前唯一公开的 UMPB-D30SN滑向炸弹完整影像 乌克兰军文媒体防务快报报道 俄军动用的是以FAB-250航空炸弹为基础 加以改造的D30SN UMPB滑向炸弹 不仅改装了带有机翼和转变方向的模组 使得炸弹能够攻击预定的目标 还可以根据目标调整弹道 报道称 俄罗斯显然是受到美军小直径炸弹的启发 而创建了UMPB-D30SN 目前 关于该系列的确切性能参数不清楚 但他们的射程明显高于原有的 UMPK高爆航空炸弹 UMPK的射程为50到70公里 这边俄罗斯毫无顾忌地升级了炸弹 但另一边 德国在此 而且是正式地否决了 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的可能性 3月28号 德国总理舒尔茨 回应金牛座导弹的问题时表示 他决定不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俄罗斯与北约之间 发生直接对抗 舒尔茨强调 我们未来也不会提供 也不会派遣士兵前往乌克兰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 当乌克兰呼吁柏林提供远程金牛座导弹时 他收到了德国恼怒的反馈 目前 乌克兰已经基本死心 正考虑开发自己的国产导弹 来替代金牛座导弹 在很多德国人心里 经历一战二战后 对俄罗斯这个国家似乎有了一种深深的恐惧 自由俄罗斯军团 昨晚继续对俄罗斯城市 比尔格罗德的俄军目标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包括火箭弹和无人机 被俄罗斯拦截的火箭碎片落在汽车上 因其火灾 周三白天 在比尔格罗德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 导致比尔格罗德内务部大楼受损 可以看到平民在街道上奔跑 拼命寻找防空洞 两年前 许多俄罗斯人兴高采烈地欢呼俄军轰炸乌克兰 现在他们也体会到了战争的滋味 已经快两周了 比尔格罗德是其周围的军事目标 持续被自由俄罗斯军团轰炸 凡普丁军团在比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 已经连续战斗15天 普丁无法重新控制被其域军占领的地区 莫斯克派出的部队也没有击退该军团 目前被其域军有效控制的俄罗斯领土面积 已达200平方公里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相比这下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花了一到两年时间 才占领了面积为41平方公里的巴赫木特 和29平方公里的阿弗迪夫卡 损失超过40万人 凡普丁军团由多个军事组织组成 俄罗斯自由军团有两个营 至少2000名战士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俄罗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 同时拥有乌克兰提供的装甲 火炮和直升机 并在哈尔科夫地区完成了训练 而俄罗斯志愿军则是由流亡俄罗斯人组成 不招募俄军起义士兵 他们的领导人士丹尼斯尼吉特恩 也不听从乌克兰统一指挥 他们招募了愿意与俄军作战的 瓦格纳集团成员或者普里格金的死党 第三个团体是车臣杜达耶夫营 主要由车臣反对卡德罗夫的人士组成 也包括来自高加索 其他地区的志愿者 如达吉斯坦人 印古斯人 乔治亚人 和切尔克斯人 第四个是西伯利亚营 由来自俄罗斯东部的志愿者 布里亚特人 亚库特人 和达达人组成 由乌克兰军官领导 现在进入库尔斯克和比尔格罗德的 企域军战斗人员 总数已经达到了4000人 而且规模还在不断壮大 这有点像明末起义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了 他们与俄军作战的主要动机不是金钱 而是为了实现推翻普京政权的愿望 俄罗斯自由军团也表示 他们有解放俄罗斯全境的欲望 该自由军团的巴拉诺夫斯基证实 进军莫斯科将是一项长期的策略 并强调这是战略性的人物 这样的战役迟早会发生 这也是他们开始行动的原因 没想到作为石油大国的俄罗斯 因为炼油厂频繁遭到袭击 汽油已经无法满足需求 不得不开始进口 过去一个月 俄罗斯至少13家大型炼油厂 遭无军无人机袭击 一些炼油厂被迫关闭 有些炼油厂分流塔被摧毁 由于缺乏备件 维修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乌克兰的连续袭击导致 俄罗斯炼油厂的炼油能力 每天减少40万至60万吨 汽油柴油等产品的产量 大幅度下降 库存原油增加 俄罗斯不得不限制汽油出口 同时加大原油出口 很不幸 由于美国和欧盟的二级制裁 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原油出口 也面临困难 一些油轮被加入制裁名单 以至于买主拒绝接受 俄罗斯石油卸货 一些银行限制俄石油公司账户 导致收款和支付流程延长 这对俄罗斯石油收入 产生不稳定的影响 俄罗斯炼油厂 因为应对沃克兰无人机袭击 进行计划外维修 导致俄罗斯国内汽油短缺 价格持续上升 俄罗斯自从3月1号起 禁止汽油出口 但汽油产量与去年相比 大幅下降14.3% 价格上涨0.8% 俄罗斯不得不再次增加 从白俄罗斯的汽油进口 2月份进口590吨 3月上半月进口量近3000吨 俄罗斯作为燃料净出口国 和国际市场公用国 因为炼油厂被袭击 就改成进口汽油 足以说明俄罗斯的能源经济极为脆弱 乌克兰可能已经找到了应付俄罗斯的战略 突发 波兰抓获北约史上最高职位的俄罗斯间谍 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3月27号报道 波兰召会了在法国斯特拉斯堡 担任欧洲军团指挥官的 亚罗斯瓦夫·格罗马金斯级中将 就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对其展开调查 这位波兰中将是欧洲军团的指挥官 欧洲军团是一些欧盟和北约国家的联合军事集团 在一项反情报调查 发现他为俄罗斯工作的证据后 他已被免职 此人负责被约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物资 连最痛恨俄罗斯的波兰军队 都被俄罗斯渗透如此 真是细思极恐 现在理解了为什么泽连斯基会痛心疾首地说 乌克兰辛辛苦苦掌握的情报 甚至包括向北约全盘汇报的反攻计划 会那么快地被送到克里姆林宫去了 另一个欧洲国家 亲俄的匈牙利可能将变天 在一段有关政府掩盖行贿和腐败的录音被公开后 匈牙利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 要求总理欧尔班辞职下台 欧尔班如果下课 欧盟很多支援乌克兰的议案 就少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再来报一个大挂 简中网已经开始有所谓重大突破的帖子出来 我一看真是有点哭笑不得 为什么呢 说是那位被警察割掉耳朵的 莫斯科音乐厅恐怖袭击案的枪手 在被俄罗斯警察毒打了24小时后 承认他是泽连斯基的双胞兄弟 小泽亲自命令他移民土耳其 再进入莫斯科 然后屠杀看音乐会的俄罗斯人 好吧 脑子这东西大家都有 但不是每个人的都能用 我是林远山 感谢收看新冷战情事 我们下期再见